全球的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黄宝慧 欢迎收看会眼看两岸 中华民族的母亲和黄河 发源于青海 经过九个省区 最后在山东省东营市入海 它在入海口孕育了大陆的温暖带 最完整 最广阔 也是最年轻 被称为大陆最美的湿地生态系统 除此之外 黄河口大闸蟹 海森等高经济养殖业 也在这里蓬勃发展 同时这里还是大陆第二大石油工业基地 今天的节目一开始 我们就首先要带着您来到黄河入海口 看看这个得天独厚的城市 是如何利用它们的先天优势 发展成为一个兼顾生态文明的典范城市 明延五千多公里的黄河 从发源地青海一路奔腾 最后于山东省东营市入海 孕育出了一片广达15.3万公顷的 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 并构成了中国大陆温暖带 最宽缓 最完整 也是最年轻的湿地生态系统 有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母亲河 在经历了九个省市的沧桑之后 最终在这里与渤海相拥 黄澜结合河海相容 可谓是天象奇观 河海交汇尽未分明 黄河所夹带的大量泥沙 至今仍以每年2300公尺的速度 向海中推进 是造陆面积自然增长最快的实地 而也因为这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 让黄河口成了东北亚内陆 和环西太平洋鸟类迁徙的重要中转站 是名副其实的鸟类天堂 这里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 东方白冠 丹顶鹤等十余种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类 大天鹅辉鹤等49种 各种珍稀的宾尾鸟类 更是逐年的增多 当然最具有代表性的 还是东方白冠了 它被誉为东鹰式的饰鸟 同时由于湿地环境的改善和提高 它已经由原新的候鸟 变成了现在的流鸟 并且在这里取得了常驻户口 成为这里的常驻居民 除了丰富的鸟矿 每年入秋之后 黄河口湿地还会形成一大片红色的景象 成为黄河三角洲这个时节最大的卖点 当地人叫它红地毯 是黄河口无法被取代的特殊景观 它就是在四五月份生长的一种植物 它的学名叫赤简棚 四五月份的时候它开始生长 它是绿色的 到了夏天的时候 它生长得比较茂盛 到了深秋的时候 它就逐渐变成了红色 它是连成一大片一大片的 所以说我们就叫它红地毯 因为这个地方它靠近了沿海 它的盐碱程度比较高 赤简棚只有在这种盐碱的地方才能生长 独一无二的黄河口湿地生态 赐给了东营市一张东方生态之城的生态名片 而在黄河口沿岸 现代生态渔业示范区 又是东营市另一项傲人的展示 我们东营市现代渔业示范区 我们的总的规划面积的大约是30万亩 那么我们在图中可以看到这个红色线圈定的区域 是10万亩的淡水养殖区 主要以养殖黄河口大闸蟹为主 那么这个蓝色线圈定的区域 是20万亩的海水养殖区 北面的是10万亩的海珍亭养殖区 南面是10万亩的海参养殖池塘 以海参为例 未来示范区内全部海参池塘投入使用后 预计每年将可产出1万顿海参 产值达到20亿人民币 城东地突破了东生西养的养殖难题 对于全力打造国家级 渔业生态示范区的东营市来说 已为高效生态产业垫下了深厚基础 黄河三角洲的中型城市和核型区域 东营市在原来国家级自然保股区这篇 由黄河主海的威力的神奇中心 还有印则了一大片的新省的室迹 室迹作为一个大气之神 尤其是大气之费作为基础 我们东营市人类居住的观点 是非常的美好 它也说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一个城市之一 东营是生态的 是环保的 是旅游的 更是文明的示范城市 它就像黄河一样 虽然平静地入海 却充满着无限的能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